这是两大少数民族间的生死较量 交战的双方分别是代表13世纪最强战斗力的蒙古铁骑 和号称仍亦满万天下无敌的女真战士 在此之前 整个东亚大陆几百年的历史上 还从未出现如此规模庞大的战争 赵光义两次举亲国之兵的北伐 送聊禅云之盟前的决战 惊灭北宋的靖康之变 都不曾动员过这么多的参战兵力 这一战将决定蒙京两大帝国的兴衰存亡 胜利者将毫无疑问地拥有整片北方草原 甚至主宰东亚大陆 但失败的代价绝不止单纯的退出竞争 而是一决不振乃至国魄家王 1211年8月 在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分界之处 当双方数十万骑兵 在碧莉千任的爱口狭路相逢时 野狐岭之战 注定会创造改变历史的时刻 宋经的恩怨纠葛 起源于1127年 那场导致北宋亡国的靖康之变 在此之前 双方并无夙愿 联京灭辽期间 甚至还维持过一段短暂的盟友关系 而同样 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 相互之间也从未发生过战争 但蒙古人对金国却几乎从一开始 就怀有一种刻骨铭心 且不死不休的仇恨 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 曾饱受宗主辽国的蹂躏和欺凌 最终完颜部首领阿古达 不堪受辱而奋起反抗 并于1115年成功建立金国 然而待金国统一北方 并入主中原后 却并没有吸收契丹王国的经验教训 在不断南下侵略宋朝的同时 对待草原上已经臣服的蒙古诸部 也没有采取任何怀柔鸡迷的统治手段 为削弱蒙古有生力量 竟然实现长期控制掠夺草原的目的 女真统治者 对蒙古各部落实施了残忍的检定政策 每隔三年 集纵兵深入草原 所到之处 便将所有高于车轮的男丁全部杀死 而矮于车轮的男孩子 则采用薅指之法砍掉拇指 让其成年后既不能握持刀剑 更无法拉开弓弦 长期的压迫和枪害 并没有使蒙古人一蹶不振 刻骨的仇恨 反而将他们逐渐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直到起研部首领 铁木珍成吉思汗的出现 终于点燃了这个民族长期压抑的怒火 而铁木珍对于金国不止国仇 更有家恨 其先祖暗巴海寒 就是被女真人定死于牧驴之上 所以在其统一蒙古各部后 并在第一时间对曾经的宗主 大金帝国发起了全面反击 但此时 蒙金的力量对比还十分悬殊 陈吉思汗虽然成功控制了整片草原 但部中只有百万人 可以参战的士兵也不过区区十五万 而金国不仅人口超过五千万 兵力更是达到恐怖的百万之重 1211年2月 陈吉思汗以报复祖世代之仇为名 在克鲁伦河上游 适施宣告南下罚金 大蒙古国所有士兵除三千骑兵留守老家外 全部随同大汗出征 在得知陈吉思汗正率领十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金国边境时 金帝魏少王蜿蜒涌迹先是难以置信 继而便是无法抑制的恐惧 多年的安逸生活 使这个女真君主早已失去了 像她先祖一样的血性与刚勇 面对蒙古大军来袭 惊慌失措的她 最先想到的不是如何组织抵抗 而是低声下气地向蒙古人求和 但很快便得到了陈吉思汗强硬的回答 此次前来只为复仇 其余事情留待两军挣钱 用兵刃和鲜血交流 求和之路被断 只能硬着头皮出兵 好在女真人对陈吉思汗的崛起 还是有所提防 十几年前便在其北疆 筑起了长达六百里的长城 这条军事屏障 也为惶恐中的金国皇帝 提供了一点心理上的安慰 随后 完颜永济 命平章正式 独吉思中领兵五万北上 筑防蒙古南下 必经之路上的乌沙堡 需要指出的是 清长城与我们传统认知中的 明长城不太一样 它并不是由高大的城墙 连续堆砌而成 准确地说 更像掘土堆住的壕沟 清国也更习惯称之为戒壕 而其中间 人流有很多间隔 要依靠周边的堡垒 和要塞大量屯兵 形成防御力 而乌沙堡 便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把蒙古人完全阻挡在防线以北 除了动用大量民俘 对乌沙堡段长城进行彻底加固外 独吉思中又在西南方向 修建了一座名为乌越营的支援基地 这里不仅能为乌沙堡提供粮食储备 还可以经由暗道向前线输送兵员武器 三月初 承吉思汗的大军禁抵乌沙堡 随即下令左军统帅穆华黎发动进攻 然而此处被清国经营十余年城墙坚固 蒙古骑兵又不善强攻 蒙军猛攻三越损失惨重 却难收尺寸之功 长城之上无兵无粮 如何能坚持这么长时间久攻不下 承吉思汗便怀疑乌沙堡附近 必然有一处隐秘的支援点 但派出亲戚四下寻找却毫无收获 最后从俘获的当地百姓口中 终于找到了蛛丝马迹 乌沙堡西南二十里处 最近总是烟尘滚滚 经国的军队也时常在周边出现 乌越营作为补给基地 虽然地点隐蔽 但防御能力并不强 一旦为之暴露 结果可想而知 仅仅半天时间 在蒙古人的突袭之下 乌越营失守 得知乌越营被猛军攻破 乌沙堡守军人心惶惶 但主帅独吉思忠仍然执意坚守 迟迟随后 成吉思汗便对仇敌 使用了非常残忍 却又十分有效的进攻手段 他将乌越营 俘虏的女政战士推上前线 作为肉盾 一步步向乌沙堡逼近 南提瞬间抛给了乌沙堡内的守军 张弓射箭便是屠杀自己的手足同胞 而置之不理又不斥做事敌人破城 就在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态之下 女政人无比扭捏地进行着防御 此前 坚固的乌沙堡 其次险象还生 加之 补给基地被破 粮草 军械逐渐匮乏 独奇思中无可奈何 最终选择退兵 乌沙堡失守 女政人辛苦经营十几年的北方防线 瞬间失去作用 而蒙古大军突破长城防线后 则快速向东南方向的辅州逼近 战暴传入中都 经国举朝震惊 蜿蜒勇气的恐惧 更是瞬间转化成难以遏制的怒火 愤怒中的皇帝将独奇思中火线撤职 改由参之正式 完颜成域全权财夺前线军事 林郑换帅已是兵家大计 而且从此后的战场表象来看 新上任的完颜成域 并不比独奇思中高明 独奇思中虽然是败军之将 但他自始至终都顶在长城第一线 与蒙古人寸土必争 而完颜成域 领兵后的第一项军事计划 便是主动放弃了 环 昌 辅三周 然后率领着天子 给他的几十万主力 直接退向了更南边的野狐岭 可能是被对手 此前在乌沙堡的表现所震慑 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人 完颜成域 认为在平原之上 没有长城那样的防御攻势 仅仅依靠几座城池 完全没有取舍的把握 反而还存在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可能 因此 女真主帅打算集中优势兵力 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 在野狐岭与成吉思汗 来一次大兵团会战 即使不胜 只要收缩防守 挡住对方南下的通道 待到天气转凉 蒙古人必然要返回草原过冬 京军甚至还可以集中兵力 贤伟及席 到时 鹿四谁守 则尤为可知 然而 这却是一个相当不理智的决定 两军交锋 在兵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为战而先退 势必对军心士气造成影响 环 昌 辅 三周 可以看作是长城以南的第二道 纵身防御体系 也是经过北疆上 经营多年的三座要塞 城墙坚固 粮草充足 只要运用得到 无论最终的防御是否成功 都足以 致带蒙古铁骑的 突进速度 甚至 给对手造成极大的损伤 而出于后方安全的考虑 蒙古人大概率 不敢越过三周 而直奔金国都城 否则就会面临 父辈受敌的威胁 然而 因为完颜城域的昏招 三周完全没有发挥出 应有的战略防御作用 而其所辖的几十万百姓 大量的粮食 资重又被蒙古人 轻易地禁收囊中 这其中更以 环州的失守后果 最为严重 此处是 金国著名的马场 几百万匹的数据 可能有夸大之处 但即使真实的情况 只有史料记载的十分之一 这种数量的战马损失 也是金国难以承受的 蒙 金 双方都是严重 依赖骑兵 作战的民族 战马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马场一手 不仅蒙古人的实力迅速得以增强 同时也造成了 金军死后 马园的枯竭 此消笔掌之间 损失可谓大意 环州的丧尸 可以说 令女真人 永远失去了和蒙古兵团 分庭抗礼的资本 但战事还在继续 三周沦陷之后 金国的生死成败 一切的压力 最终都来到了被完颜成狱 寄予厚望的野狐岭 野狐岭 燕山和鹰山之间 相对低矮的一段东西走向的山脉 这一带是蒙古高原南原 也是南下进入华北平原的门户所在 苍茫高原 至此以斗砍直壁结束 形成明显落差 北看茫茫大漠 难忘崇山蝶杖 因其地势险峻 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双方的兵力和所处形势来看 野狐岭的决战 金国实在没有失败的理由 此前长城防御战 因为事发突然 仓促之间 金庭只给独疾司中 准备了五万人 所以第一次阻击战 至少在参战人数上 金国方面是处于下风的 阿伦到完颜成域出场时 经过充分的动员 金国皇帝已经给他配备了一支45万人的部队 反观成吉思汗 据清国之兵南下 也才不过十万人 当然 两军交锋 并不是纸面实力的简单推演 关键是 此时的完颜成域 还占据着地形上的天然优势 山地防御的好处在于 金军可以借助地形 只要以少量兵力 驻守各处爱口 就能抵御数倍余己的大军进攻 同时还能最大程度地限制 蒙古骑兵发挥机动优势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完颜成域将兵力化整为零 以十万最精锐的部队 部署在野狐岭最前端的北山口 以阻塞要道 其余人马则分别驻守于野狐岭 各处显要关爱 成吉思汗在七月底拿下三周后 迅速向南推进 于八月初便抵达了野狐岭以北 但此时蒙古军团 对野狐岭的山势地形 和守军部署一无所知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 金国人却再次送上了大礼 以进驻野狐岭的完颜成域 仍然没有放弃求和的希望 在开战之前 遣石抹明安赴蒙古大营谈判 谁知和谈的使臣 却被成吉思汗轻易策反 随后 此人在城上地形图同时 更将金军在野狐岭上的兵力配备 整体部署和作战意图 向蒙古人河盘拖出 这些关键情报 让成吉思汗瞬间掌握了战场的主动 金军虽然人数众多 但几十万人的部队 已被分散地布置于野狐岭狭长的山岭之上 只要能攻破最前沿的北山口 再由此一路向南 其余关爱和驻防的士兵将同时失去作用 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的战机 成吉思汗决定集中优势兵力 对北山口实行中央突破 决定猛惊两大帝国命运的决战 一触即发 成吉思汗以木华黎为先锋 率三万精锐直扑北山口 精军阵地 山路本就陡峭齐驱 骑兵无法冲锋 完颜成鱼还在道路上 提前布置了大量手握巨型盾牌的步兵 将山口完全封锁 而北山口的制高点 欢而嘴上 则是更多手握弓弦的射手 随时准备对下方的来犯之敌 给予致命一击 对完颜成鱼而言 北山口恐怕是飞鸟难度 只是此刻女真人要面对的 是成吉思汗麾下最勇猛的将领 号称蒙古四节之一的木华黎 不知战场 木华黎并未挥师强攻 而是使用投石车 远距离攻击对手的步兵阵地 伴随着巨石的呼啸 和沉闷的撞击声 为之靠前的士兵 哀嚎着沉片倒下 而后方的精军 射于蒙古人的野战之威 不敢贸然前冲反击 拼命向后排挤压 直到蒙古人的石块 全部投掷殆尽 整个盾牌阵也已经完全混乱 见此情形 木华黎果断下令 所有人下马步战 彻底冲垮金军下方的步兵阵营 然后登山直取花儿嘴 最惨烈的肉搏战开始了 蒙军的先锋部队 皆是百战精锐 携兴盛之威 更是汉勇无匹 而金国成平日久士兵 多年未经战争 面对壮弱风虎的蒙古人 气势上已逊色不少 刀兵碰撞 箭矢满天 惨叫哀嚎不绝于耳 拼剑的鲜血 和随处倒伏的尸体 将野狐林的山谷 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 金军虽然节节败退 但毕竟人数占优 而蒙军在将金国步兵 逼退三千步 并攻上花儿嘴半个山头后 也终于出现了 力竭神皮的情况 关键时刻 穆华黎在阵中高呼 比重我寡 扶制死力战 位意破眼 同时将所有货备军 包括蒙古最精锐的 窃薛军 一千人 全部投入战场 战场形势 逐渐向不利于 金国人的方向发展 完颜成语 此时才意识到 自己排兵部阵上 所遗留的巨大隐患 兵力过于分散 相互间的联络呼应 已大成问题 而山路又漫长崎岖 他也根本没有办法 及时调集部队增援 掩护岭上金军 空有四十多万的部队 但实际上 只是驻守 北山口一处的兵力 在与蒙古人决战 但想通这一切时 已经为时太晚 战场上 突然想起雷鸣般的战果 在正撤云霄的喊沙声中 成吉思汗率主力 发起了总攻 金军的步兵阵营 开始全面崩溃 花儿嘴上 已经飘起猛军的大旗 而木华黎 更是势如破竹 率大批死士 向完颜成语的中军大营 直扑而来 女真主帅大惊失色 带着身边 能调动的残余部队 以最快的速度 逃离战场 成吉思汗的主力 在攻破北山口后 又迅速涌向野狐岭 其他要爱 而聚守各处山岭的金军 心知不妙 都惧怕被截断后路 纷纷开始放弃阵地逃跑 时已黄昏 野狐岭上 薄木如沙 残阳四血 群龙无首的金军 完全崩溃 在夺路而逃时 人马争道 自相践踏 死伤难以计算 而侥幸逃脱者 又很快 被追上来的蒙古人 无情屠戮 野狐岭一战 猛军伤亡近万人 却将对手四十五万大军 彻底击溃 但这仅仅 只是金国厄运的开始 完颜成狱 败退的同时 沿途又收拢了 几万前线的残兵溃涌 不料 逃至野狐岭 以南百里之外的快和宝石 又被穆华黎 率领的追兵 所包围 血战三天两夜 京军全军覆没 完颜成狱 仅已生免 再次逃往宣平 而猛军则趁势南下 突破居庸关长城 与九月兵临金国中都后 因九宫不利 而寒冬将至 在对京基地区 进行大肆劫掠后 成绩思汗率兵北返 野狐岭的惨败 不仅引发了之后 一连串雪崩式的灾难 更为严重的是 金国百年聚集而成的 金兵良将 皆与此意丧尽 此后 再也无法组织起 同等规模的不对 也基本丧失了 与蒙古正面抗衡的能力 1214年 鉴于猛军多次南下威胁中都 继位不久的金宣宗 便下令迁都南京 至此 金国完全放弃了 黄河以北的广袤土地 被压缩在中原地区苦苦之称 只能依靠关河防线 抵御蒙古大军的入侵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 野狐岭是猛京主力的第一次会战 也等同于最后一战 兵败野狐岭 东亚大陆曾经最强盛的女真王朝 国座绵延百年的大金帝国 桑中已缓缓响起 历史上的游牧民族 由于长期迁徙就无定所 生活物资溃乏 为了生存 他们衍生出很多与汉族不一样的风俗习惯 素来给人以民风彪悍的印象 这其中最彪悍的当然要数 长吉思汗 草原上的天鹤汗 在中国的历史上 成吉思汗时期是中国所占版图最为广阔的时期 从成吉思汗本人到窝阔台 到忽必烈 元朝灭亡了四十多个国家 征服了七百多个民族 奴役了超过六亿人口 他率领的蒙古军队差一点统一全亚洲 甚至还牺牲到牢中 连战斗民族俄罗斯都对蒙古铁骑望而生为 可是这位草原上来的君王一生都在扩张 最终也是死在扩张的路上 这是成吉思汗同各代君主最大的不同 他永远不满足于国土的面积 他追求不给外族留一丝一毫的喘息 蒙古的铁骑应该踏平墓之所 及所有的土地 可是元朝并没有完成他一统天下的志向 那么倘若其身不死 怀疑是否将是成吉思汗的天下 墨西少年穷 少年很记仇 铁木真是个生在东北 长在黑龙江的少数民族 他的父亲叫耶稣该 属于蒙古起源部族 耶稣该从聂尔起西部族 抢来别人的妻子做自己的老婆 还把塔塔尔部族的首领活捉 作为阶下囚 他抢来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耶稣该就为这个小孩起名叫铁木真 铁木真八岁的时候 他父亲趋向母亲所在的部族 为他定一桩妈妈亲 定亲之后 铁木真按照习俗留在女方家的部族 父亲则返回家中 但是大草原上的部落之间相距很远 耶稣该在返家的途中 被称为阶下囚的塔塔尔前部落首领 误格的儿子下毒害死 耶稣该死后 起源部族就急速衰落 耶稣该的部下都叛逃到太赤乌部族 铁木真和母亲 兄弟们只得在沃南河畔相依为命 太赤乌部族的人怕铁木真壮大起来 就派兵前往沃南河畔准备消灭他们 最后铁木真一家死里逃生 来投奔父亲生前的兄弟部族克里部族的脱离 铁木真任他做义父 在桑国儿和附近定居 这才过上几年安稳日子 铁木真长到18岁的时候 他母亲的前夫的兄长 面而起戏了部族首领 再次向铁木真发来 抢走他的母亲 铁木真连忙向脱离请命 联合扎达兰的首领扎木合 一起攻打面而起戏 结果大获全胜 夺回母亲和许多的战利品 随后铁木真和扎木合结为一兄弟 这时起岩的许多旧部 已经重新归顺铁木真 铁木真被尊为起岩部落的可汗 190年时 扎木合背叛铁木真的兄弟情 联合他的死对头太赤乌不足 对铁木真展开攻击 铁木真不敌战败 退回沃南河附近 少年时的铁木真在父亲死后 过着颠沛流离 四处挨打的生活 他年少的内心积蓄着仇恨的力量 他要等待时机 将复仇的火焰爆发在整个草原之上 复仇 1906年铁木真等到一个成熟的战机 他的死对头塔塔尔部落背叛金朝 流亡草原 他以复仇的名义 向托里借兵攻打塔塔尔部族 在沃里扎河附近 与塔塔尔的军队打仗 一举掀翻塔塔尔的老巢 终于报了杀父之仇 铁木真也在这次的战斗中 成为金朝的功臣 他的义父托里被封为王汉 铁木真也被封官授决 沃里扎河战役之后 铁木真十分受益负弃重 托里带着铁木真四处征战 他们首当其冲出兵攻打 塔尔部族 当时塔尔部族在草原上 算是比较强大的部族 塔尔部被团灭之后 草原上的部落都慌了 大家十分畏惧铁木真的力量 于是统一推选扎木合为重反之汉 扎木合向铁木真和托里正式宣战 双方在海拉尔河附近激战之后 扎木合战败投降托里 同年铁木真继续和托里四处征战蒙古 他们又到贝尔湖南边 拢了一耙子塔塔尔部落的残疑 由于铁木真被受托里弃重 托里的儿子开始对铁木真心生恨意 他联合扎木合向自己的父亲近传言 说铁木真是狼子野心 托里于是开始害怕铁木真会背叛自己 1203年的时候 铁木真被迫与王汉反目 双方先是在荷兰真沙陀会战 铁木真不敌战败 但是托里防卫一时松醒 铁木真趁托里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绕到克鲁伦河上游偷袭克裂部族 最终将托里一家打敌四塞尔王 铁木真征服了克裂部落之后 在草原中部几乎处于无敌状态 这是漠北的奶蛮族表示不服 他联合漠南的汪谷族 想一起攻打铁木真 但是汪谷族背叛了奶蛮族 奶蛮族虽然召集了很多铁木真的仇家 但是他们兵力涣散 人心不齐 这些散兵又永远看到铁木真就吓得临阵倒戈 奶蛮族被铁木真追着满山倒 扎木河也终于被抓回铁木真手里 收复漠南漠北之后 铁木真没有忘记 在北边还有一个仇家灭而起心 于是他又挥兵北上面了这个仇家 1206年 已经征服整个蒙古的铁木 真回到他的老家沃南河 在这里召开内蒙古草原大会 被众人推举为成吉思汗 踏上征途 如果你觉得成吉思汗的野心 只有整个蒙古的话 那你太瞧瞧铁木真了 铁木真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他教导儿子的时候就说 男人最开心的事情 应该就是征服别的部落 抢夺别人的财务妻子 对于生在草原的游牧民族 掠夺是一种生存本能 成吉思汗将这种本能化作目标 激励着他的不将 而少年时受苦受难的经历 又将成吉思汗的性格变得十分好战 在他的少年时期 大约每过一零年左右 就会遭受到一次被攻打的劫难 但是成吉思汗的成长速度 要比受难的速度快 他向部族复仇的时候 一开始需要耗时三四年去打一场仗 年过四十之后 成吉思汗可能是怕自己老了打不动仗 他像一个推土机一般开疆扩土 基本上平均每年灭移到两个强境不足 等到蒙古统一之后 成吉思汗对这样的征战速度还不满意 他发动自己的儿子和自己同时征战 席卷四方 他先南下征战西下 将弱小的西下吞并之后 就和儿子们一起由南向北地包抄 掠夺金的土地 在攻打金的时候 成吉思汗的部将们也都四驱全开 零零散散地收服周边的一些小部落和西疗 这是西边有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度 苏丹不断向成吉思汗发来挑衅 成吉思汗一开始不想两线作战 便一直向苏丹示好 结果苏丹的统治者把这种示好看成一种示弱 对成吉思汗派来的使者百般无辱 1219年 被蔑视的成吉思汗一怒之下 率领儿子们吸征苏丹 不到一年就把苏丹踏个吸碎 这些也蛮不将们打得兴起 铁蹄一时收不住 直接吸征到克里米亚半岛 然后还顺道抄了波斯中西部的一些领土 1925年 吸征七年的成吉思汗 终于回到漠北 安生日子没过两天 附属小国西下又生叛病 64岁高龄的成吉思汗不肯扶老 坚持亲征西下 结果在途中病死 成吉思汗的战斗力 可以称得上是草原上的战斗机 到他死时 中国地铺的黄河以北 外蒙古 还有西道克里米亚半岛 波斯的部分领土 都已禁收成吉思汗的党中 可想而知 假以时日 如果成吉思汗能再多活50年 要大陆都有可能被他连起来 他这一生已经占领40多个国家 征服过720个民族 这些令人惊叹的数字 体现一个草原男人的野心 成吉思汗的部队之精锐 已经达到了战逼胜的程度 所以后世人一听到蒙古铁骑四个大字 都会吓得两腿颤抖 不过成吉思汗能不能征服整个地球 还有待定夺 毕竟当时的航海技术并不发达 而成吉思汗一生在草原大陆上挥斥方球 常年生活在北方贫瘠严寒地区 不知道他的部队 能不能适应南方温润炎热的气候 但是即便他克服了所有的自然条件 真的占领了每一片有人类的土地 他也很难真正统一世界 元朝的击毙自蒙古国建立就开始了 他们不断吞并其他文明 却从未打算学习文化 只知道战争侵略从未考虑过 居民安定需要怎样的生产条件 之前仍处于游牧民族的时期 仍处于习惯煮水草而居的不稳定生活 但是一旦定居到中原 文化冲突就十分激烈显现出来 他们只考虑过杀戮 从未考虑过生存 这是太祖再世已存在的问题 所谓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一国之本在于你 决定一个国家生存时间长短的 不会是帝王 而是人民 如果人民不愿意支持这个王朝 其必然灭亡 譬如元朝 看一个国家是否统一 不仅仅知版图上 是否被划为了一个国家的范围 更应该治期间的人民是否到安居了业 互搬互主 地区经济差别是否不大 中央管理是否全国统一平等等等 所以 成吉思汗是做不到统一世界的 以武力管辖的土地 只会像元朝一样 遗憾流失在历史的长河 说到成吉思汗以及七子孙明倒下的蒙古帝国 曾经让全世界胆寒 无论是东方的金国和南索 还是西方的花拉子摩或者波斯 都倒在了蒙古大军的铁蹄下 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么个疑问 在三次大规模西征中 蒙古大军都远离自己蒙古高原本土 那么 这样远距离的作战 难道蒙古大军不会战斗检员吗 世界历史中 很多远征军都是由于战斗或非战斗检员的原因 停下了步伐 蒙古大军为什么会是个例外 蒙古帝国第一次西征 就是公元1219-1224年 由成吉思汗亲子操到的西征 这次西征的主要对象 就是当时处于中亚的花拉子摩帝国 他并没有准备去与花拉子摩帝国有什么摩擦 虽然他不找摩擦 但是不代表花拉子摩不搞摩擦 此时的成吉思汗把注意力都激动于对金国的战争 所以并不想中断与中亚的贸易往来 不过 花拉子摩自己找死 那就谁也救不了了 在西征之前 成吉思汗已经灭亡了西辽 西辽是由耶律大师从辽国逃亡中亚而建立的国家 整个西辽都保留了契丹习俗 曾经打穿塞尔柱帝国 成为中亚霸主 不过 在蒙古铁骑面前 整个国家依然是不堪一击 花拉子摩原本只是离海附近的一个小国 但是在阿拉乌丁摩赫末继位后 其势力急剧膨胀 侵占了西辽一部分领土 又消灭了波斯附近一些小国 国力达到鼎盛 可能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花拉子摩有些膨胀 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 所以 当蒙古人与其签订贸易协定后 竟然违反了贸易协定 扣留了商队 这个事 其实最开始是由于 花拉子摩的一个总督贪财而引起的 成吉思汗派出使节 想以交出凶手和平解决 不过最后还是被摩赫末拒绝了 所以 这场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在公元1218年 成吉思汗消灭了西辽 为征伐花拉子摩做准备 而在接下来的四年中 花拉子摩的几十万大军 中亚广大的疆域被蒙古铁蹄占领 花拉子摩帝国烟效云散 不仅是花拉子摩 连维斯也顺带着遭殃 在最后 高加索之战中 十万俄罗斯联军被击败 这样 整个中亚完全控制在了蒙古人手中 在1235年至1241年间 蒙古帝国发起了第二次习征 由成吉思汗之孙 数次次把都作为统帅 窝阔台长子贵游 破类长子蒙哥等黄金家族的一批长子长孙 所谓领军大将 浩浩荡荡向西方开去 蒙军主力在拔兜的率领下 指着俄罗斯 于丘际包围了布里尔尔城 攻陷后将其焚毁 勒夺大量资源 之后 距乌拉尔河 与福尔加河的突厥部落 钦察部将于蒙古 而另一部族八尺蛮 则被征服 蒙古军队向着门户大开的 沃罗斯地区发动进攻 失入俄罗斯中部 夺坐城池遭到占领和摧毁 最后 莫斯科与基辅也难逃毁灭的命运 蒙古军在占领乌克兰地区之后 兵分两路 一路进攻匈牙利 另一路进攻波兰 蒙古军队善于迂回包抄等战术 面对西欧厚重 但缺乏灵活的重装骑兵 擅长骑射 同时轻其更具速度的蒙古骑兵 在交锋中占据优势 在赫梅尔尼克战役中 蒙古重创波兰军队 又在西里西亚击败了波兰 瑞尔曼基条顿骑士团的联军 相传蒙古人在每一具尸体上 割下一只耳朵 共装了九大袋 而当蒙古军队开支多闹和东岸时 受到波西米亚人的顽强抵抗 尤其是亚勒斯拉瓦 趁蒙古军松懈时的反击 一举解除了围城 蒙古大汗窝扩台死亡后 此时蒙古远征军也多有伤亡 为了争夺捍卫 长子们迅速返回东方 此次西争也落下了帷幕 第三次西争 蒙古大军开始征服波斯 叙利亚等国的战争 因为成吉思汗是有疑训 征服翻国 扩大疆土 所以 蒙古帝国的第三任大汗 蒙哥汉派他弟弟叙利物 对西亚地区进行征服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 叙利物征服了整个巴格达地区 西亚的两河流域 以及波斯 叙利亚境内 再次展现了蒙古人的强大军事力量 而在之后 进攻埃及的时候 突然蒙哥汉在攻打钓鱼台时候 受伤病死 叙利物回国 这次西争结束 整个蒙古帝国的前期历史 就基本是一步扩张式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列 四代君主 从东亚最南端的南宋 到西亚的叙利亚 再到东欧的匈牙里 蒙古骑兵驰骋于整个亚欧大陆 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如此远距离的作战 要知道 蒙古部落只是一个几百万的小部落 也只有十几万铁骑 消灭如此众多的国家 那蒙古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来看看蒙古人的用兵之道 第一 组建工匠军 制造先进武器 武器装备永远是作战中重要的一环 如果各位把蒙古骑兵 依然定位为游牧民族 拿着一把小弓 骑着一匹蒙古马的游牧骑兵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说当年成吉思汗刚刚崛起的时候 还是一穷二白 这么说还有一点道理 但是蒙古帝国建立后 蒙古骑兵就已经不是当年的蒙古骑兵了 蒙古骑兵在征服欧亚的战争中 重装骑兵与大型投石机 一直是手上的杀手锏 在征服战争中 蒙古人不仅掠夺了当地大量的矿产以及财富 还将大量的工匠为己所用 在撒马尔海一战中 就俘虏了几万名工匠 在之后的御龙劫驰中 竟然收编了十万工匠 为了让这些工匠更好的服务 当时蒙古人成立了一支军队 就是工匠军 这支部队就是用来研发制造武器的 并且任命在武器方面 比较造诣的伊斯兰教将领哈萨纳 作为他们的统帅 在这支工匠军的制造下 蒙古大军的武器装备才能更新换代 永远走在世界的前沿 在蒙古帝国的疆域内 拥有大量的冶金 开采 制造工厂 百宫之势于是大倍 这是蒙古人能够征服世界的原因 比如 顶加州之战 以及襄阳之战 正是由于回回炮的强大威力 南宋的奸城才倒在了蒙古人手上 而假思到最后抵御蒙古人的幻想 也随着一声声回回炮 砸在宋军的战船上 而宣告破灭 第二 就地抓壮丁 租建蒲从军队 现在的问题就是检员的问题 只要是战争就会有检员 无论武器多么先进 就算是后来的英法等国殖民战争 也免不了伤亡 而蒙古人在战斗中依然会检员 何况这还是以冷兵器为主的中世纪 而弥补这种战斗检员的方式 就是大量补充当地的颇从军 其实 在后来的战斗中 蒙古骑兵只占军队人数的很少一部分 大部分都是征服地区的各民族军队 这其中有东亚的汉 契丹 女真等民族 还有西亚的伊斯兰等士兵 这些士兵为蒙古人冲锋陷阵 比如 我们熟知的 在蒙古人对金国的战争中 就是大量招响了契丹人 契丹人 在辽国灭亡后 就变成了金国人的奴隶 在金国备受欺压 所以 就在蒙古人的帮助下 发动了多次起义 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在蒙古攻占金国的上刀辽阳时候 契丹人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忽必烈时期 这个非常崇尚汉文化的皇帝 也大肆招收汉族人才 有丞相的史天泽就是典型的例子 他不是后来看到南宋不行了才投靠的人物 而是从成吉思汉时期 就成为蒙古官僚的代表 经过几代人 在忽必烈一招依然是高官 还能观之有丞相 也正是蒙古人大量任用这些其他民族的人 才最终成就了蒙古帝国广阔的疆域 而在只有蒙古征南宋的过程中 也是汉族将领为蒙古人 训练了一支战力强悍的水军 第三 利用矛盾 各个击破 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这句话在哪里都是用得到的 前面说的金国与契丹的矛盾 就是一个例子 在蒙古内战中 太迟物不是蒙古的仇敌 但是 成吉思汉却在围猎中 赏赐给他们很多利物 而他们自己的部落酋长是非合法继承 所以 一人一己 成人一己 安民定国 彼此人也 大量投奔了成吉思汉 再有 在进攻西辽的时候 也是利用了回族跟西辽的矛盾 西辽是契丹贵族 但是他的下面的平民 都是中亚本地回教徒 这样的矛盾在西辽日益坚围 在进攻西辽时 蒙古人才派了两万人 不过由于宣布宗教自由 随大量回教徒起义 最终迅速灭掉了西辽政权 正是蒙古人 利用了军事 外交 政治多方的手段 才能造就如此强大的帝国 而这一切 很多都被蒙古人 强大的军事力量所掩盖 他们繁衍生息于亚洲腹地 生于马背 长于马背 他们拥有当时最乃粗死 适应力最强的马匹种群 他们的身板和胯下的战马一般 粗壮宽厚 吃苦耐劳 他们在十三世纪时 突然跃上历史舞台 跟随着成吉思汗的苏鲁定 东征西讨 他们在南宋前还被中原人认为是杂糊 却在后世被吓破胆的欧洲人 惊呼为黄祸 成为凶人之后的第二条上帝之鞭 他们就是冷兵器之代 战场上的噩梦 蒙古铁骑 艰苦的游牧生活 恶劣的自然环境 和残酷的部落兼并战争 造就了蒙古人 拜扶强者的世界观 因此 当蒙古人成为胜利的征服者后 对待失败者的手段 也同样凶狠残暴 蒙古军队所到之处 灭世农耕 灭国屠城 甚至在入主中原之后 还有大批接近的蒙古贵族 主张要杀光汉人 拆毁田地 以便放牧牛羊 一部蒙古军队的征服史 就是一部落后战胜先进 野蛮战胜文明历史 从文化层面来说 这种观点或许没错 但如果换到军事技术层面来讨论的话 那么结论恐怕恰恰相反 印象中装备简陋的蒙古军队 其实并不落后 他们的军事技术反倒独树一支 虽说同时期 欧亚各国不乏拥有优良装备的军队 但综合来看 战争从来都是体系的对抗 而体系的适应能力 又决定了其运转效率 如果整体军事体系 无法适应实际战场新要求的话 那么就算有一两件优良装备 其实也无力左右 整个战争进程 从这个角度看 蒙古人巅峰期的军事体系 毫无疑问相对更先进 更能够适应作战需求 而且他们还善于 根据自身不同优劣条件 进行针对性战略调整 以求获得最佳效果 长期以来 饱受游牧民族洗绕之苦的中原政权 都会对游牧地区 进行严格的物资出口管制 铁器管制和冶金技术输出 更是重中之重 在这种背景下 蒙古等游牧部落 早期的防护装备 只能是以各色轻薄皮甲为主 不过此时 蒙古内部的武器 也大多使用杀伤力不大的骨质器物 所以 攻守双方还能维持大体的平衡 随着时间退移 蒙古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 愈加频繁激烈 这种情况 也为其战争和武器技术的进化 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 不管中原王朝如何封锁 为了在军事上压倒对手 蒙古各部 还是千方百计的获得了铁器加工能力 并且理所当然的运用到军事用途中去 可是 由于技术封锁而导致的制造工艺落后 使得早期蒙古铁甲加工粗陋 远远做不到遮蔽全身 只能采取以皮革为底 在要害处坠钉 以大略的方形或圆形铁片的方式 增强防护性能 与此同时 随着铁制箭矢和兵刃 在战争中的大量使用 使得原有脆弱的攻防平衡被打破 胜利的天平开始向进攻防倾斜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此时的蒙古骑兵 形成了一种特别的不接触战术 什么是不接触战术 在南宋年间成书的黑达施略中 曾对蒙古军早期的作战方式 进行了比较详尽的介绍 当蒙古人与敌军遭遇时 首先会登上制高点观察地形地貌 而后抵近侦察敌形 找出对方的破绽 当交锋开始时 则会以轻起兵分为数队 假装冲击 如果敌军阵列因为恐惧而发生溃乱 则阳攻会立即转为石攻 轻起兵队则长驱直入撕裂敌方阵势 阵势一乱 敌人哪怕拥有十万之重也无济于事 如果敌军阵形严整 那么阳攻的马队会一队接一队 继续假装冲击吸引敌人的注意 为主力部队合围争取时间 当包围圈完成时 最后到位的马队发射鸣敌为号 所有蒙古骑兵 瞬间从四面八方同时向敌阵发起总攻 如果敌军依然纪律森严 那么蒙古人便会以原盾为掩护 下马不射 敌方一人中箭 则他两边队友必然耽寒 伤亡过大之后 很可能队列间纪律就荡然无存 此时就是蒙古人发起冲击的最好时机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敌军企图以骑兵出击来驱逐蒙古射手 那么后面的蒙古马队会立即跃众而出进行掩护引击 如果敌军战斗意志十分坚决 以常规手段无法动摇其阵脚的话 蒙古人就会驱赶牛马畜群强行冲阵 很少有人能扛住他们这一招 除非敌人步兵宣内有素 以毛朔等长兵作为巨马 阻隔人处冲击 此时战局陷入僵局 而蒙古骑兵则已轮番环绕对方阵型 远距离进行频频放箭的持图洗澡 使敌军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时间一长 敌人多半会因为缺乏食物 燃料或饮水被迫主动出击 此时的蒙古人则会抓住机会 像薄洋葱一样消灭一些 因为鸡皮恐慌出现脱节的小型战略单位 当敌军兵力被消耗到一个临界点时 蒙古人或抓土抛杂 或拖拽树木使烟尘冲天 来增加对方心理压力 此时的敌军往往会坚持不住导致溃散 只有等上述招数使尽 敌人仍有战斗意志和抵抗能力的情况下 蒙古人才只得硬冲 除此之外 蒙古人还擅长驱赶俘虏冲阵 在敌军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之际 随后掩杀 或者刚一交手就诈败退却 一路假装抛弃资重财物 吸引敌军穷追 将他们诱入包围圈后 扶兵骑出 往往能全歼对手 从这些技术中可以看出 蒙古军的战法灵活多样 不过 归纳后人们可以发现 其实 他们的套路也就是冷兵器时代 很常规的清旗兵战术 除了少数迫不得已的场合 其余侦察 恐吓 袭扰 超击 围困 慢射 宜兵 攻心 诱敌 军事牲畜冲击等手段 全部都是建立在 不与敌军正面交锋的大前提下 从这些手段中也可以看出 当时的蒙古骑兵 很可能是因为自身甲咒防护水平有限 而尽量采取这种不接触的战术 尽量减少己方伤亡 那么当南征北战的蒙古军队 装备逐渐发生改变 他们的战术又会有什么变化呢 蒙古人从十三世纪初开始发力 先由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内部诸部落 而后 统帅着团结一新的蒙古人 灭亡了高昌 西辽 花辣子摩等国 右攻金国 通过一系列战争 他们俘获了大批能功巧匠 危机所用 装备体系 焕然一新 在这个过程中 南宋还完美继承了北宋的作死天赋 居然与虎毛皮和蒙古 联合灭亡了金国 热情地帮助这些蒙古武士们 获得由金国工匠打造的中式铁甲 炸甲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蒙古骑兵军团 除了披挂青甲的青骑兵白 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重骑兵 他们如虎添翼 也占弓箭能力 都成几何数级增长 整个欧亚大陆即将在他们的铁蹄之下 接受一连串噩梦般的洗礼 炸甲普世乌华 加工相对简便 防护能力优良 一直是金南宋军队实战铁甲最主要的形态 蒙古重骑兵铠甲则成袭自送金 因此 炸甲也成为他们最主要的甲州类型 只有根据年代和作战地域的不同 逐渐发展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东西两种风格 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中原地区的甲州形态 地处东亚的援军所装备的炸甲 甲叶狭长 至左精良 每片长约半长 宽约一只 以皮或丝绳左右上下连坠 或者以皮革织物打底 将甲叶钉坠齐上 但是上下两排甲叶没有进行叠压 在视觉效果上 甲叶呈现一圈一圈的状态 所以这种炸甲又有个外号叫螺圈腿 这些炸甲的身甲 普遍在背后开口穿脱 同时 暴度束带 一应俱全 批驳以背带交叉穿过 腋下打击的形式固定 与中兴锐印图中的 金军批驳固定样式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种组件 为中式铠甲所独有 与其于欧亚文明的铠甲上 同功能组件 在外观和形态上 都有着显著不同 故而也是中式铠甲 炸甲和军队的主要辨识特征之一 作为一种金属铠甲 炸甲的可折弯度 必然不如非金属甲 而且甲片宽度越大 活动越是不变 同时 在连坠时 也更不好根据体型 镜调整 而小甲叶的金弓炸甲 虽然费石费料 但是防护性和尸体性 非常优异 防护性能 虽然不见得有所增强 但灵活度与舒适性 是大叶炸甲所不及的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 叶片越小的炸甲 越高级 除了精良的中式铠甲 蒙古骑兵 还有什么强力的装备呢 强盛的蒙古人 称霸东亚后 随后开始向更西边的 中亚与东欧 进行征伐 并以风卷残云之势 占领了广袤的领地 在蒙古西征后建立的几大韩国中 其军队的铠甲做工大抵相同 但风格却深受当地文化的影响 因而呈现出有意思的异画 大致上 这些铠甲可分为三大类 其一 受到中亚伊斯兰世界影响 一部分铠甲的头盔 出现了鲜明的 伊斯兰与欧洲的混合特征 比如具有 以清真似尖顶状的波咒为主体 脚挂锁子下顿像的造型 另一部分甲咒 则呈现出了败战亭风格 面甲和部分头盔出现护鼻 还有一种 则是身甲部分出现混合特征 中式的批驳或被改为锁子甲锈 或异化为统锈形制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蒙古铁骑变成了 具有两层含义的名词 一层意思是指蒙古骑兵 作战风格彪悍 是一只所向无前的铁骑 另一层意思 可理解为它们身披铁质甲咒 看上去就是一只 浑身耀眼金铁的钢铁洪流 拥有了重甲防护的蒙古骑兵 就犹如后来的坦克集群一般 冲击威力相当惊人 这些骑兵动辄背马五六匹 还全都是以长途奔袭 耐力超绝文明于世的蒙古马 和欧洲骑士相比 蒙古重骑兵们毫无马力 不知之隐患 可以放手机动 大胆冲击 这也使得蒙古的骑兵战术 变得越来越刚硬 让它们在整个扩张期 依靠肩甲立兵势不可达 公元1236年 倭库台汉 派遣拔都统兵12万西征 在拿下罗斯公国后 于1240年开始向波兰进攻 一路势如破竹 让整个欧洲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 情急之下 欧洲各路势力到处派遣使者 相互串结联盟 组织了一支 由波西米亚 奥地利 波兰等国和圣殿 医院 条顿三大旗帜团构成的欧洲邻军 试图阻挡蒙古西津的铁蹄 最后 双方于1241年 在今天位于波兰境内的格尼斯城外 展开了规模巨大的 列格尼卡战役 此役中 为数四万以上的欧洲联军 由身穿锁子甲的重装骑兵为核心 组织了三个梯次的冲击队列 向蒙古军阵 发起攻击 传统的蒙古青旗部队 在完备的旗帜古号系统的指挥下 如同面对掠视者的杀定余般 灵活聚散 本能地运用起早已融入血脉的 曼谷歹战术 牵着这些欧洲骑士们的鼻子 满场飞奔 蒙古人看似胆气的反应 让联军首领 西里西亚大公亨利 做出误判 一股脑将主力部队 投入战场净突击 而蒙古骑兵们看上去 则是一副阵脚纷乱 即将崩溃的模样 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 将联军的阵型扯得七零八落 欧洲战马铁格高大 爆发力和冲击力远优于蒙古马 但在这场战役中 却显示出了一个致命缺点 那就是耐力不佳 加上欧洲联军骑士 没有带背马冲锋的机关 因此在战役中逐渐马力耗尽 此时 以一代劳的数千蒙古重骑兵 则对欧洲联军展开猛烈的反冲击 这些人马聚装的蒙古重骑兵 无论是兵刃还是铠甲 都丝毫不输给联军骑士 甚至可以说还略胜一筹 尤其是欧洲骑士的甲州 多维锁子甲 常于防御锐起劈砍 但对盾气打砸则是束手无策 而蒙古重骑兵们身上的 炸甲性能在这方面稳稳胜出 这也是他们敢于 与敌人正面交手的最大一仗 面对奇术精湛 手持兵刃大砍大杀的蒙古重骑兵 欧洲联军阵线如雪崩般崩溃 主将亨利被震斩 阵亡将士浮尸堆积如山 事后 蒙古人将联军遗体的耳朵割下后 装了整整九大麻袋 由此可见 联军伤亡之惨重 列格尼卡战役中 蒙古骑兵依靠精良的重甲 和轻重骑兵的娴熟配合 大胆正面冲击对手 表现出了强烈的战斗自信 而这种自信主要就是来自于 他们身上精良的铁甲 在扩张历程中 蒙古人不断吸收学习东西方甲州的长处 使自己的军队 在防护力 机动性与杀伤力三者之间 却得了一个适当的平衡 这也正是让蒙古军队如旋风般崛起 并战胜一个个强大对手的重要原因 不过 当蒙古军团入主中原后 随着大量新服军的加入 同时也面对密集的 拥有完备防御体系的城市与堡垒 蒙元军团也逐渐受到中原地区军事思想通化 资重越来越多 各战术兵团也相应变得笨重和不变激动 另一方面 一连串的军事胜利 在带给蒙古人以前做梦也不敢想象的战争红利之时 也让这只草原铁骑迅速生锈腐化 在入主中原之后 不少酒瓶炸腹的蒙古人 胆于享受快速腐朽堕落 只顾残酷压榨之下百姓倒行逆施 到了原末 不少蒙元贵族甚至上不了马 开不了宫 到了需要 从其他蒙古韩国借兵才能镇压异军的地步 这个时候的蒙元军队 早已不是昔日内支让人闻风丧胆的铁骑了 最终 在元朝定都大都98年后 饱受欺凌的中原各族人民组成的异军 最终打垮了层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 逼得他们只能退回北方草原 这支曾在欧亚大陆称霸意识的军队 对中原军事的影响 恐怕就剩下铠甲样式风格 对后世的深刻影响了 公元1227年8月25日 成吉思汗铁木针在灭亡西下的前夕去世 一命由窝阔台继位 不过在铁木针去世的两年中 萧柚子拖雷坚果 1229年在蒙古草原上 举行了呼里勒台大会 会上正式推选窝阔台为蒙古帝国大汗 他就是原始中的元太宗 窝阔台继位之后 开始对外面局势进行部署 对于中原地区 继续成吉思汗的遗址 联合南宋一起对付金国 同时派遣托雷借到宋敬 进攻金国首都汴京 1233年托雷强行武力借道 打开了缺口 从汉中经过金湖 到达金国三丰山地区 与金国军队爆发决战 史称三丰山之战 战后 金国精锐尽失 1234年 宋盟两国军队攻入采州 金国灭亡 长子西征是大蒙古国的第二次西征 以成吉思汗之孙把都任统帅 朱王子贵游 蒙哥等从政 因为各支宗室军 以长子统帅军队 万户以下各级难言 也派长子率军从政 所以被称为长子西征或朱子西征 蒙古大军实际指挥 掌握在前军主将苏布台手中 蒙古大军冰封主要指向 钦察和沃罗斯等地 蒙古灭金战争结束后 沃阔台汉在中原和中亚 建立了巩固的统治 也儿的石河以西 乌拉尔河以东之地 为蒙古的征服地区 是成吉思汗长子树齿的领土 但是 乌拉尔河以西的钦察 沃罗斯等还未平地 1235年 沃阔台召集胡里勒台 决定征讨钦察 沃罗斯等未复诸国 居住在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 钦察部首领 呼噜塑曼惧怕蒙古军 已先前使纳管 蒙古军制 准备投降 为居住在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 首领巴蚩蛮坚决抗战 沃罗斯和波兰 匈牙利当时分为诸公国 各自为政 不听大功号令 得 1.澳洲国卷入十字军东征 欧洲形势对蒙古西征有利 袁太宗八年春 成吉思汗长子舒持次子拔都 次子查河台长子败达尔 三子窝阔台长子贵游 四子拖累长子蒙古各同本王士军 万户以下各级难言一分前长子从政 以拔都为统帅 苏布台复之 共十五万大军 自各地出发 丘吉迪福尔加和东岸集中 诸王商定后 各帅本部兵前进 苏布台帅先锋军取布里阿尔 是年冬 蒙哥竞争福尔加和下游的清茶 沃勒布尔里科布首领巴赤蛮出没于逆林 不时袭击蒙古军队 此年春 苏布台自布里阿尔进一世难想 增援蒙哥 巴赤蛮文素布台 大军 逃入海中 蒙哥率军进攻宽田及四海岛屿 扶巴赤蛮处子 于是 宽田及海及外高加索山以北诸布阵风 1237年下 丘在福尔加和以东休养士马 决定征讨沃洛斯 12月 巴赤等诸王率军渡过福尔加和 宫科里也在 科罗木那诸城 4年2月 围攻沃洛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国都城 弗拉基米尔 大公夯尔及气城逃跑 至西迪河畔等待基辅公国远军 蒙古军围攻5日 并强迫沃洛斯人参加攻城战 城普 巴赤分军述路攻去弗拉基米尔城 附近的罗斯托夫、莫斯科等十一城 3月 巴赤派一军突然袭击西迪河畔支 大公军营 全间起兵 大公战死 蒙古军由此向基辅公国 古都诺夫哥罗德挺进 制成二十里 互改到南下向高加索北进军 蒙古 贵入镇压阿塑叛部 巴赤经入福尔加和以东朱地 并在清查草原休养士马 10年 蒙古 贵入攻取铁门关 打通高加索南北交通线 是年秋 赵蒙哥 贵入东归 十一年 巴赤前军渡过顿河 附入沃勒斯南部超日 沃勒斯王国们忙于争权夺利 不能团结对敌 是蒙古军攻取别列斯老乐 齐尔尼果夫二城 攻打齐尔尼果夫城时 蒙古军使用于巨型抛尸击 是年秋 巴赤亲率大军进敌齐瓦城 诸禄军云集 巴赤下令四周驾跑 昼夜不息 蒙列攻击 11月19日 方采攻克 攻取齐瓦城后 蒙古军继续西进 攻取加里奇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 沃伦和境内其他城市 加里奇公丹尼勒逃亡马扎尔 沃勒斯被蒙古军占领 袁太宗十二年初 蒙古军出流三万军镇守南沃勒斯外 其余十二万人分三路向马扎尔进军 北路以拜达尔为统帅 率领查核台部下的三万人 摧毁马扎尔外援波兰 南路以河丹为统帅 率领窝阔台部下的三万人 绕过喀尔巴仙山脉 自南迂回前进 中路以拔都 速部台为统帅 率领六万大军 约过喀尔巴千山 直向京城匹斯体进军 京城匹斯体是现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市附近 南北二路军先发 拜达尔将南路军分数路杜维斯多拉河向波兰进军 事实波兰分为若干小封国 国王波利斯拉夫之管辖直属之地 继续诸封国各自为者 十二年二月 蒙古军先后攻下波兰共主波利斯拉夫 所辖桑多米尔城 三月 拜波兰军攻取都城克拉克夫 纵火烧毁 然后蒙古军向波兰翻卸国西里西亚进攻 惩罚渡过奥德赫 攻其都城弗洛斯拉夫 西里西亚王亨利二世退守勒格尼兹 集结波兰 日耳曼 条顿骑士团共三万军队准备迎战 拜达尔放弃进攻弗洛斯拉夫城 禁至勒格尼兹附近 引亨利出战 四月初 亨利绿军出战 蒙古军扬拜撤退 亨利围追 蒙古军趁亨利不疲劳 突然发起反攻 进监起军 亨利被俘战 蒙古军乘胜南下 攻入莫拉维亚 焚略诸地后 随向马扎尔与拔都会合 河丹统帅的南路军绕过 卡尔巴千山进入马扎尔 先后攻取鲁丹 瓦拉丁诸城 四月 在匈牙利平原与拔都会合 拔都 苏布台所率中路军分二路 向匈牙利进攻 国王贝拉四十仅派少数军队 恶守卡尔巴千山诸外口 伐木赛道 三月十二日 蒙古军骑卡尔巴千山诸外口 至十五日将其全部攻破 拔都率军向博斯推程进攻 缩过焚毁 贝拉四十文迅 自佩斯至博斯推程 集结十万大军守城 蒙古军敌城下 攻而不破 匈牙利军不出战 拔都率军引退 贝拉四十出城追击 至塞约和河西驻营 潜兵一千守桥 以防蒙古军进攻 蒙古军退至匈牙利军不防之处 河东之沼泽地下营 夜分二入进攻 一路由拔都率领 潜兵夺桥 制跑攻击 失利 一路由索不抬率 从河下游截伐前渡 迂回匈牙利军侧后 拔都猛攻守桥军 夺取桥梁 黎明时 两路军四面围攻匈牙利 发起团袭击 匈牙利军突围 拔都放西面一条路 匈牙利军向西逃窜 蒙古军三面伏击 进监齐军 贝拉四十逃入奥地利 蒙古军进抵佩斯城 攻破齐城 此役 蒙古军亦损失惨重 下 秋 全军在佩斯城附近的诺伊斯达城 与奥地利 拨西米亚两宫国的反击 旋即退走 12月 多闹河风洞后 进攻匈牙利古都格兰城 该城处多闹河畔 绕以申豪 城有树楼 蒙古军抵城下 制炮三室攻城 驱抚鲁田豪 进攻甚机 城内之法 得等国商人 禁焚其财博 蒙古军破城后 江城焚毁 拔都潜河丹统军 网追北拉 贝拉文蒙古军追之 并有亚德里亚海岸边的岛上 河丹之海滨 列斯帕拉托 卡塔罗二城 元马乃真后援年初 沃阔台死寻传旨 拔都召回河丹 河丹经塞尔维亚 与拔都回合 三月 拔都率军东环 蒙古军在征服欧洲诸国的战争中 军力削弱 也无力继续维持欧洲战士 沃阔台死后 成吉思汗诸子孙 关注捍卫继承人 蒙松战争还在继续 依上述诸原因 是蒙古统治集团 无暇顾及欧洲战争 拔都率军经瓦茨吉亚 摩尔达瓦亚 与马乃真后二年初 到达福尔加和下游拔都营地 拔都留阵清查 其他诸王将率率军东环 此战争 为金杖汉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回军之后 拔都在清查草原建立了一个汉国 为金杖汉国又叫清查汉国 成吉思汗长子树 赤系一脉就开始在清查草原上 进行延续 直到后来被杀而灭掉 而盟军在东欧地区的征战 将又敌身 围攻权间的计谋用的淋漓尽致 盟军依靠蒙古马耐力好 冲力大步挑食的特点 实行快速机动 根本就不给敌人传戏的实际 其高机动性不强于 后来二战十七德国的机械部队 蒙古第二次西征 既长子西征 给整个欧洲带来了灾难 同时因为蒙古打破了欧洲旧体制 加快了欧洲的觉醒 开始走向文艺复兴 谢谢大家